再一次 等會兒一開始要跟大家講個輕鬆的 讓大家笑一笑 笑一笑之後我們在講嚴肅的好不好 同意的話請加1 不同意请减一 还是说我们不要笑一笑 我们就直接讲严肃的也可以 志伟 卡志 你们两个最早报到 志伟 港交所 今天又创新高了 一天可以涨8% 你看多夸张啊 腾讯涨10% 刚有这块事情 香港股市疯狂了 香港股市疯狂了吧 各位有没有看到 之前跟各位讲的一些港股 来我念一下 今天港股涨多少 让我瞧瞧 等一下再讲严肃 我们讲轻松的 今天 港交所收盘涨8.33% 收在553块钱 一股啊 然后腾讯今天涨11% 收767块 顺宇光学今天涨了1.57% 算涨少 收219块 中芯国际 0981的中芯国际 今天涨了10.28% 收在30.05% 我的妈呀 这些股票是怎么涨的 夸不夸张啊 香港股市是怎么在表达 你说夸不夸张啊 今天港股涨了2.5% 恒生指数已经来到30182点了 恒生国际股指数涨更多了 涨了2.64% 各位听我们的节目没错吧 几个月前就叫大家注意港股 注意港股 港交所港交所 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 等会儿要讲轻松的 如果各位想说我们先听点轻松的 我们就加1 不想听轻松的 我们要听严肃的 我们就减1 讲完轻松再讲严肃的好吗 如果各位觉得OK 请加1吧 如果不OK我们就减1 要直接听严肃的吗 直接听严肃的 我们就直接跳过轻松的 要听轻松的我们就叫 好像蛮多人加1的 卡兹 卢小姐 Vivian 东东 树香 还有 Rowe Rowe 你这个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 Jan Chao Jan Chao 还有Colly Hong Kong Cynthia Hong 不是Hong Hong Synthia Hong Synthia 加1 Rowe Ang Se Ang Se 简1 终于有一个简1了 好吧 Peter加1 对不起啊 因为你简1只有一个人 那我没办法灭绝英文加1 因为你只有一个简1了 你打不过那么多 所以我们还是得讲一点轻松的 OK 好 这其实轻松的 我跟各位讲 它也有点严肃了 就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现在目前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大事嘛 对不对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要知道全世界各个角落 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让我们可以看到别人想到自己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从之中看到一些社会结构的变化 跟全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 对不对 轻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值得关注 跟有趣的 未来可以发现的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跟各位讲个轻松的 好 那我们今天直播正式开始了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祝大家 一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 因为这个疫情看起来是紧张了 不单单是全世界疫情紧张 台湾的疫情也紧张了 这个桃园医院接连爆出了病例 而且已经是有5000个人隔离了 这是创下 一年多来台湾隔离人数最多了 听说保险公司在卖防疫险 已经是停卖了 为什么 因为一年的保费500块 你只要被隔离就10万块 他不敢卖了 这个门口排队的人跟排什么一样的 结果呢 就大家都想着去买这个保单 好吧 但轻松的不是讲这个 这个是挺严肃的 希望大家还是注意自己自身的安全 不管我们的朋友 你是在香港 是在新加坡 是在美国 是在大陆 在各地的朋友呢 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因为这新冠得到的是很麻烦的 虽然说也许不会致命 但是呢 听说就算权益之后后遗症还是蛮多的 希望大家身体可以健康 好 那讲上个礼拜 当然全界最关注的一件事 就是拜登的就职 对不对 拜登的就职典礼上面 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被传最多的一张照片 居然是没有总统的照片 你会觉得奇怪 主角不是拜登跟贺锦丽吗 怎么会是被传 而最多的照片呢 没有总统拜登在里面 你知道是哪一张照片吗 这个主角是谁吗 如果各位知道的话 马上请在留言板上给他key出来 这个人也曾经要选过总统 就是这位大哥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谁 就是我们的Bernie Sanders 桑德斯参议员 他是独立的参议员 也就是不属于民主党 也不属于共和党 他是一个独立的参议员 那美国独立参议员好像不多 然后呢其实他其实是加入民主党党团运作的 这是他去参加拜登就职典礼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居然在网路上面 是被传最多的一张照片 那大家都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甚至有很多人把它做成了一种各个不同的图片 我们常讲那个迷音对不对 迷音是什么呢 MES 就是现在大家讲的这个魔音或是迷音 迷音的意思呢就是说 在网路上面被一时流传最广的东西叫做迷音 就是他其实也看出一些时代趋势 跟大家的这个喜好 被暗散最多的 那这张照片呢是美国一个媒体记者 他在就职典礼上面拍出来的 Bernie Sanders的这一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张照片上 他老哥呢戴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手套 你没有看到那个手套非常的突兀 然后穿了一件这个 不太像应该去参加就职典礼 总统就职典礼上面的一个大外衣 这个棕色的一个外套 然后呢翘个二郎腿 然后呢他老哥就是这样子缩个脖子 那这张照片被拍了之后呢 没有几个小时在全世界传开了 为什么传开了呢 大家可以看到大家都在发挥创意啊 把这张照片啊 变成是各种不同的图片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被按了十几万个这个十几万个按赞 这个在推特上面这个大学生叫Ashley 他自己把这张照片呢 变成是四个不同的图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登录月球的 那把他变成是一个太空人 然后有坐在船上的 然后坐在这个走在路上 然后年轻人看到很惊讶的 然后把他放在一个世界名画里面的 变成这个各种创意出来 这种迷因 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推特 就被按了几十万站 那个做的人呢 他自己也没想到说 可以被按那么多站 那这一个图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图 这个画嘛 对不对 他把它放在这个咖啡座里面 说我现在来想来杯咖啡 每一个人都来发挥创意 但是我个人觉得最好笑的不是这两张 这一张也很有创意 他把跟阿甘正传的电影里面的一个经典的荧幕 把它放在一起 这个旁边是Tom Hank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 我们的Bernie Sanders坐在旁边 我记得如果真的阿甘正传里面 旁边是一个老太太嘛 对不对 阿甘那时候整个片子要结束了 阿甘坐在这个公园长凳上面 拿了一盒这个Sees candy 然后呢 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你每一颗吃到的味道都不同 他意思就是说人生就是很多变化了 就跟你吃这个巧克力是一样的 每一个巧克力呢 都不同的口味 你永远有惊奇 永远有这个意外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 这部电影大概就最后几幕 然后他把Sanders跟他放在一起 可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大陆网友做了一个迷因 各位看到他做什么 我看到这张我真的是当时爆笑出来 他放成是疫情下面的 这个村子的守护员 这张照片旁边还有一个关刀 我们的大哥坐在那个高台上面 然后下面讲说外人禁止入内 因为去年武汉封城之后 大陆疫情很紧张的时候 各地村落不是都用车子吗 不然用什么这个障碍物吗 把这个出村的 入村的这个主要道路把它挡起来吗 甚至有人助手在这个村口里面 就拿个关刀 告诉大家你别进入 然后你看到的Sanders坐在那个地方 就是拿个关刀 他其实是一个贴图啦 就把后面那个人给贴掉了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 我觉得这些都很有创意 昨天我前天在假日的时候 看到这些人 像这张关刀图呢 是我一个朋友传给我的 我看到了 我就觉得 哇这个全世界 现在连网友在这个迷因上面 真的可以发挥很多创意 然后掀起大家的讨论跟注目 那我觉得这张照片 其实 他其实构图不是顶好 因为你看到旁边有一个 这个杂七杂八的闲杂人等 对不对 然后呢上面还一双脚 实际上这张照片 如果你以这个摄影的水准来讲 或是构图来讲 没有什么很大了不起 他最主要就是凸显这个Bernie这个人 他就是所谓Bernie is Berni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桑德斯这个人 就是超级特立独行的人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这个重要的场合 我就是我 我喜欢戴什么手套 我喜欢穿什么大衣 我喜欢展现就是我自我的风格 所以我 我从这个迷因上面 我也看到就是说 现在目前全世界 流行所谓的这个自我风格 也就是我不管别人 我就是做我自己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这样 这一套 对不对 什么 大家现在常在讲 被讨厌的勇气等等 什么的 我就是要做我自己 Bernie Sanders就是一个超级做自己的人 可是各位要知道Bernie Sanders 他其实在美国很受很多年轻人喜欢的 只不过说因为他是一个非主流派 虽然说他加入民主党运作 但他毕竟他标榜他是这个自由的 民主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 那这个社会主义呢 其实在美国的这种主流资本主义 里面他是不会被接受 所以呢 Sanders多次要竞选美国总统 他都没有被获提名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虽然很多粉丝 很多人始终的支持他 但是呢 他就是一个不是主流的 所以说最终 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 最后他们还是找出主流的人来 因为主流的 他才能符合大多数 尤其是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嘛 讲白一点 你这种特立独行的人 你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 尽管你有很多的 这个粉丝 铁票 但是呢 你就是没办法当到总统 可是各位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是 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什么呢 就这张图啊 他其实凸显一个时代意义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great moment 什么样的时代意义呢 他是戴一个口罩 然后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那边 为什么 因为是整个美国这次就职大典上面 他是一个社交距离嘛 所以大家都被隔离开来 过去从来没有这种状况 然后呢 戴个口罩 然后呢 又发生在这个Bernie Sanders身上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就告诉你 现在这个世界啊 我们人类这个世界啊 他走入一个不同的世代了 这个世代是一个疫情的世代 是一个social distancing的世代 是一个社交距离的世代 然后呢 但是这个世代又是一个无远佛界的世代 因为大家靠Twitter 靠脸书 靠各种的 这个 所谓的社交媒介 他确实可以无远佛界的呢 把一张照片经过迷因呢 他可以这个传遍全世界 上千万人点赞看一张照片 他这个是 这是一个既隆力 但是又密切接触的世代 是一个非常讽刺跟极端 吊诡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我看到这张照片 然后看到这么多名 大家在疯传这张照片的一个 很重要的心得 就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刚刚讲说嘛 轻松之余 其实还是有严肃的地方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 全世界很多的趋势 现在目前的这个世代的一个发展方向 好那回过头来 我们现在讲严肃了 轻松的讲完了 我们今天标题叫做 美股是不是 或胜或全世界股市 是不是要居高思维 虽然说打个问号 但是我肯定跟各位讲了 这是需要居高思维了 为什么 我倒不是看坏这个市场 我也没有说看这个市场要大跌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像今天香港股市 大涨了2.5%的幅度 这个恒生指数 已经上了三万多点了 对不对 我记得我们几个月前 就在跟大家讲说 这个港股要特别去注意 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就是找一个极其低的市场 找一些极其低的产业 好那你今年呢 你可以赚到这种相对 比较丰厚的利润 好那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港股今天 之前几集有跟大家提到的 这个方向 没有错 然后有些个别的股票呢 今天的涨幅都非常惊人 像港交所再创历史新高 一天可以涨个8% 腾讯一天可以涨个一成 然后呢中芯国际今天也是涨了一成 已经是从低点上来这么多的股票 不断创新高 还可以再涨这个 一天涨个8% 10%的 这代表什么 代表全世界资金非常的泛滥 一旦这个机器比较低的市场 它的价值面被人家发现的时候呢 那个资金又会大量进入到这些市场去 像最近各位可以看到 开年以来 这个南下的资金 连续十几个交易人买爆港股 每天都是净买超都是百亿百亿港币 这样在买的 好所以说 香港股市的积极比较低 相对它的这个股市的估值不高 它的价值重新被发现 就变成是追价的一个情况 好那这个说明了 这个全世界目前的一个 资本市场的现况 就是资金面很狂放 好但是资金面很狂放的情况下 不代表这个市场不会修正 也不代表说 它不需要挤一下泡沫 好那我认为挤泡沫 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这个如果你一个市场 不断的膨胀 无限上钢的上涨 那到最后这个泡沫 表面张力爆掉的时候 那会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下跌的反转的情况 倒不如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的去挤一下泡沫 挤一下泡沫 让它适度的这个做回挡 然后呢 路才能走得远 比如说这两天台北股市吧 盘中 往往动辄大幅的波动 这个大幅波动 某种情况我个人认为 也是在舒缓 这种所谓的泡沫 或者说涨过多的情况 大家应该有一个印象吧 就是说地震 如果九霉地震 像亚洲是一个地震带 这个地震带 然后同时地震平凡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台湾 日本啊这个太平洋板块 这个交界的地方 这个地震很平凡 那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九霉地震 它来一个地震就很大 但是你往往你平常 有一些小震的话 那这个地底板块的一个能量 会被释放 就不会说有一个非常大的地震出现 所以我们常讲 什么叫百年大震 百年大震 就很久没有释放能量了 所以呢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当这个能量积多了 它某种情况做一些释放 其实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台股最近盘中大幅的上下的震动 这个每天都是300点400点 这样在一个波动 第一个是因为指数激起高 2%就300点 第二个呢就是说 它其实在释放能量 所以呢 它这种所谓的盘中大幅的波动呢 就是用这种波动上下的一个 这个释放能量呢 去取代一个大幅的下跌的这个走势 因为涨多了总是要修正 乖离大的它也是要修正 但它修正的方式 不是用这个持续大跌的一个修正方式 而是它是用一个 所谓的这个大幅波动的 释放能量的方式 好那回过头来 美国股市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亚洲其他市场难道不是这样吗 都是它需要去做这个涨多之后的 所谓的回测 或者做适度的修正 那这个盘式才能走得既远又健康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尽管现在目前资金很充沛 好那资金很充沛 它可以告诉你就是说 市场不至于出现一个crash 因为当它修正下去 自然有资金要重新进去 这个减便宜货 再会再会把这个股票 或者说整个指数把它撑上来 好那所谓的居高思维 当然是从现在目前股票的估值来看 各位看到这张表 这张图是这个高盛 它最近发了一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呢 它告诉你现在目前美股真的不便宜 如果以整个market cap来看的话 它现在的market cap 美国的金融市场的一个总市值 它已经高过了这个GDP的两倍多了 详细的数字在这个第一个 大家看到它是这个265% 我觉得2.65倍了 是美国GDP的2.65倍 另外EV sales EV EBITDA 这个就是美国很重要的 所谓成长的这个估值计算法 这两个也都非常高 一个是3.2倍 一个是17倍 另外Forward就是预期外来12个月的本益比 更高达24倍 然后呢 这个Price and Book 就是所谓的股价净值比呢 也高达了4.3倍 各位看到这上面这些数字 旁边有一个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告诉你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美国股市在这些数据的估值上面 有没有这么高过 达到百分之百的就代表说 它已经是最顶了啦 没这么高过了 那接近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历史的最高 但它也接近次高了 也算次高要接近最高了 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股的确现在是不便宜的 所以为什么资金会流到一些机器比较低的市场 原因也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说呢 我个人是觉得美股适度的去做一些回档 去做一些挤泡沫 其实会是走得比较长远的一个 比较良性健康的这个局面 跟趋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要小心就是说 在农历年期 这个2月5号台北股市要封关了 2月17号才重新开红盘了 那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 某种状况下 你可能要做一些持股上面的这个 适度的减码 也保留比较相对一部分现金啦 不要这个百分之百的资金 全部放在股票市场里面去过这个春节假期 不然我想你这个春节假期 大概过了也不心安吧 每天还去盯着美股 那多痛苦啊 所以过了这个年 总是大家要过个快乐的年 相对心平气和的一个年嘛 对不对 还记得去年这个鼠年 牛年到鼠年 这个鼠年的这个开红盘行情 还记得吗 鼠年的开红盘行情啊 是一个崩盘的行情 当天1月30号 就去年的1月30号 台北的1月30号 你看到这个大盘下跌的幅度是吓死人是超过5%的 这个将近6%的跌幅 跌点是创下史上最大跌点的696点还记得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过年期间不是发生了这个疫情吗 武汉封城吗 就导致了台北股市一开盘就 新年一开盘就大跌 那今年也许不至于出现同样的状况 但是呢 你多少还是得提防全世界一些黑天鹅的因素 比如说在年节这个期间 如果美股出现比较大的跌幅的话 那你要怎么因应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多少在年前 你手上的这个股票 稍微做一些适度的减码 可能你持有个四成的现金 六成的这个资金放在股票市场 或是你五成的现金 五成的股票 放在这个市场上去过春节 那我觉得你相对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安心一点 那你说那万一是过年期间风平浪静 甚至美股大涨呢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开红盘你把股票买回来就是了嘛 对不对 就是说开红盘再怎么样 它涨个一趴两趴 你也不至于差这么多 总比它出现了一个崩跌也好 或是说一个大跌也好 是不是我这样子一个讲 大家各位不知道你们理解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某种情况是一个策略性的考量 进可攻退后 但不代表说我看坏这个市场 我认为在资金 这个浪潮不退的情况之下 全球股市都还有得涨 只是短期内稍微过热跟超涨 这样子的状况下呢 我们某种情况下看到一些适度的回挡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挤泡沫的过程 因为你泡沫挤掉一点 之后呢 它就不至于说 真正产生表面张力 大到无法支撑泡沫崩掉好 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事实上现在目前美国股市 它其实有一些数据也告诉你 这个资产膨胀是史无前例的 比如说那各位看到 现在美国私人部门 美国的private sector 的financial asset 就是私人部门的金融资产 它其实呢 已经是GDP的超过了六倍之多 这张图也是史无前例的出现 这个完全就是所谓的这个资金面 所膨胀出来的一个资产的情况 大家说啊这个美国联准会 全界央行印了那么多钞票 怎么没通货膨胀呢 当然有通膨啊 那股票上涨就是一种通膨 只是它不是一个物价的通膨 它是发生在金融资产上的通膨 房地产的价格上涨 它一样也是一个通膨 那我们一般讲 传统的通货膨胀的观念是 所有东西都持续的上涨 而且是所有的这个物价 不管民生物价什么物价 全部上涨 这叫做通货膨胀 那现在全世界不是这样的一个通膨 可能有些物价在跌 甚至旅费在跌啦 什么在跌啦 因为大家没人要 没人可以出游了嘛 很多住房价 那个旅馆的住房价在跌 我看台北有些五星级饭店 四星级的饭店 有些平常的那个房价 砍到就剩下1000块出头2000块 真的很便宜 你没有想到过 甚至五星级的饭店 不要weekend去住的话 这个一个night大概也就3000块 从来没那么便宜过了 为什么会这么便宜 原因很简单嘛 它就是一个通缩嘛 它就是一个单一 这个价格的这个紧缩 因为没有需求 可是大家需求跑去哪里 需求跑去了股票市场去了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金融市场 看到这张图 你就知道说 哇美国私人部门的这个金融资产的膨胀 真的是不 这样子的一个夸张的上升法 现在已经是整个GDP的六倍多 甚至我们刚刚讲 这个在美国的market cap上面呢 这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呢 已经是GDP的2.65倍了 百分之两百六十五的一样的意思 那美国既然能降膨胀 我请问你亚洲其他 这个地方的股市不能这样膨胀吗 港股不能这样膨胀吗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你可以膨胀我不能膨胀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说为什么基其低的地方会上涨 可是涨多了 在这个过程中 它总是会要出现一些回调 或是一些修正 那这都是正常 包括个别股市股票 你看台积电 大家这么看好 还不是连跌两天吗 联发科 大家这么看好 还不是连跌两天吗 那你说它跌下来 它就是结束了这个上涨吗 不是的 我认为联发科也好 台积电也好 它只是一个修正 修正完之后 它还会再继续走多的 因为他们的基本面 跟它未来的长期前景 是无庸置疑的好 所以说 跌下来 它做某种情况的挤泡沫 你说台积电最近 今年以来的股价有没有泡沫 肯定它短线上涨那么多 过热 它就是一个泡沫 它稍微跌两天 跌三天挤一下泡沫 你可以看到它后面 就要再继续往上走 盘一盘就继续往上走 联发科也是一样的意思 好 那当联发科台积电这些股票呢 下来 那资金会进去哪里 为什么今天你看到旺宏涨 滑邦店涨 你会看到一些 这个半导体的其他的族群在涨 原因很简单 你去看旺宏滑邦店 在整个12月到今年1月 它有没有涨 旺宏滑邦店这些地润股 是去年11月大涨一波之后呢 从12月到今年1月 全大盘涨这么多的情况下 他们全部缺席 他们是在休息的 你去看他们的走势就知道了 所以说为什么今天联发科跌 台积跌这些股票会上去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 先休息的 它就开始恢复上涨动能 然后呢 刚涨完的 它休息 这个就是一个良性的市场情况 所以我看到的市场情况是健康的 是良性的 尽管涨非常多了 它在做个别的族群的休息 回整 在挤泡沫 那全球股市也是一样 大盘也是一样 它某种情况 它也会去 这个会去挤个泡沫 都正常 所以各位不用去太担心 除非你看到某些指标不对了 我一再跟大家讲 美国十年期公债 美元指数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它不对了 我都会每个礼拜帮大家follow的 没什么不对 我不会拿图出来给各位看了 一有不对 我会第一个时间告诉你 赶快要小心了 因为这两个指标 上个礼拜都平静无视 没什么不对 所以说 这个礼拜 美国股市呢 你不用去太担心它 除非这两个指标出现的状况 但是台北股市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今天呢 那VIX指数啊 齐交所的VIX指数啊 上升了1.85大点 到25.8点 这已经是波段新高了 那这个VIX指数上升 它代表你什么 它代表就是说 波动还会再加大 所以说 未来几天我们可以看到 逢农历春节前 的一个减码卖压也好 或是说这个波动 会持续存在了 所以盘中高低上下刷洗 绝对不会少的 你要注意啊 好 那 回过头来讲说 这个礼拜美股 美股最重要就要看 建崖股的表现 因为上个礼拜 苹果股价创了历史新高 苹果股价之所以能创新高 亚马逊拉上去 这些股票能涨 第一个可能市场预期 这个礼拜 他们要公布的财报数字不错 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这个线 这个准裁长 叶伦讲了嘛 这个拜登政府 不急于加税这些事情嘛 而且他们要这个 ad big 要干大事 后面还要释出很多资金 跟振兴的策略 那这个对金融市场是 当然就是这个有利 而没有什么太大的害处 所以说 美国股市科技股 重新恢复动能 我跟那个叶伦 在参议院的听证会 是把他连在一起 画上等号的 所以说 美国股市这个礼拜 最重要看苹果的财报 脸书 特斯拉 微软 这些公司全部要公布财报 当然包括就是最重要的苹果 跟台湾最有关系的苹果的财报 是很重要的看点 不管怎么说 我不觉得全世界股市 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多头行情结束 而进入到空头市场 现阶段这样的一个可能 我还是看多的 但短线上面 我倒是觉得 某些市场涨多了 或是某些股票涨多了 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挤泡沫的现象 就像我刚所举例的台积电 这个台湾 大家最看好的一档股票 毋庸置疑认为是台湾最重要一家公司 它也会连续出现两天 一股出现50块钱的一个下跌 所以说 某时候呢 我们在市场上面 在参与股票投资 不管你是短线 长线 中线 你还是要忍静 跟客观去看待这个市场 有时候涨太多了 短线上几涨 你不要去追的 因为涨上去 涨太多去追 你很容易受伤的 你应该是等它回掉了 比如说像台积电联发科这些好股票 他们回下来了 你看它量缩不跌的时候呢 你开始进场去减它 那我也不觉得联发科台积电会跌很多啦 讲实在的跌两天到三天差不太多了 已经差不太多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回掉空间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台积电今天跌到十日线了嘛 那月线在下面还不到六百块 我不认为它会回这么深 那连发科是连五日线都还没碰嘛 是不是 它是相对比台积电更强势的 因为它基本面无庸置疑 他们这两家公司今年都是绝对好的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就基本面也好 或者说就市场的情绪各方面也好 谋定而后动去做我们整体投资策略的思考 那这样子我相信各位能在市场上 你就能这个或 这个市场上你就能成为赢家 因为金融市场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各位想想看 它就是斗智嘛 你在股票市场上面 你的智慧比人家高 你的能力比人家强 你就能赚钱 因为金融股票市场 期货上都是零和游戏 你赚钱你是赚人家赔的钱 金钱不灭的 如果说所有股票都涨 那是短暂的一个大幅膨胀 大家都赚钱 但终究是有人把这个钱赔回来的 大家懂我意思 尤其是期货市场更是一个零和游戏的 所以说斗智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市场上磨练我们的智慧 同时磨练我们的判断力 跟我们的这个操作的技术 好那今天跟各位先报告到这边 我上去准备我的广播节目 好那上面也蛮多我们朋友在收听的 我这个感谢志伟 你的茅台创新高 港交所创新高 我们三百块 感恩谢谢你 志伟这波港交所还真不是盖的 腾讯也不是盖的 我跟你讲 你看到腾讯的走势 你就觉得说这个股票市场 就是不好干了 不好做的 先给你先趁阿里利空给你洗一波之后 给你直接这样用喷的拉上去 你说在被阿里那一波下跌 洗到的人在腾讯上面有多 对不对 没办法 这个就是股票市场 好那我们